荣耀為祢,主,荣耀為祢,主。 因為聖誕節快要到了,我想提醒各位, 每個人都要在祖靈上做好準備。 聖誕節不是只注重聖誕節, 而是主要是聖誕節, 所以說,聖誕節不是只注重聖誕節。 特別是,有些人不常告誡, 或是,我只要告誡, 所以,請問, 請問, 如果不告誡, 你不會領聖誠禮, 或聖誠禮, 所以,在聖誠節還沒到來前, 每個人都要告誡, 要不然聖誠節的時候, 我們不能領聖誠禮。 如果在十二月已經告誡, 那他就可以來領受聖誠禮。 今天,我們會說, 我認為, 非常感動, 非常感動, 非常感動。 有一個人, 她的脊椎和腰, 駝背了十八年。 這女人, 十八年, 她的婦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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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八年受魔鬼捆綁, 她的婦女, 有些人會問, 她是被鬼所附身的嗎? 不是說, 有人得到疾病, 就是被鬼來附身的。 不是說, 有人得到疾病, 就是被鬼來附身的。 但是, 如果大家記得, 聖誠禮, 他有這麼多疾病, 而是被鬼來附身的。 因為, 聖誠禮, 他身上有很多疾病。 如果我們記得, 聖誠禮, 他身上有很多疾病。 那都是魔鬼導致, 讓他得到這些疾病的。 而且, 有時候, 所以, 不是聖誠禮, 聖誠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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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誠禮佔悉。 聖誠禮iony presents玟 able, 聖誠禮inalstate life. 聖誠禮 eso, 聖誠禮紹。 聖誠禮是聖誠禮的 聖誠禮、聖誠禮自己的 maze 繞誠禮。 人的身體不只是一個機械性的。 人的身體不只是一個機械性的。 身體上有嚴重的悲傷, 它會導致你產生一些疾病, 或是你會變得很虛弱, 容易感冒。 當然,因為我們不是獨自的, 而有很多不同的, 不見的。 當然,有些人,有些人, 有些人,有些人, 有些人,有些人, 很多人都可以活動。 或是在這個身上, 像是這女的, 或是讓我們生為惡辱, 或是有些 messy thoughts, 或是有些ず物。 在這個世界上, 人類不只是我們人類所活的。 還有在很多靈界上, 我們肉也不能看見, 它包含天使跟魔鬼。 魔鬼有時候會導致我們一些情緒上的… 或是不愉快,或是身體上的疾病。 但是很驚訝的, 非常感動的是, 這位婦女, 雖然她像這樣, 她沒有站在床上, 她還會去寶寶, 去寶寶, 去寶寶。 這位婦女, 她的腰直不起來, 她駝背了十八年, 但是她依然去到會堂, 就是教堂。 如果她今天離開, 她會說, 我不能去教堂, 因為我病了, 她病了, 我不能走, 她沒有車了, 她必須去教堂。 她有太多無數的藉口, 她可能說, 你看我病成這樣, 我走路又不方便, 我又沒有車子, 我又無法去教會。 其實, 如果我們相比她的情況, 很多人, 如果我們不來教堂, 我們不去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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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們有修辭心的話, 如果我們有修辭心的話, 我們不去教堂。 如果我們有修辭心的話, 我們願意跟婦女來做比較的話, 我們有太多借口, 沒有來教會, 但是她困難重重重, 她都依然刻薄來到這個教堂。 今天, 人們說了《魔法的世界》, 我已經忙了, 我已經忙了, 在這裡, 我們不去教堂。 現在人們最常用神奇的藉口, 就是我很忙, 所以她就是不能來教。 在神的面前, 他會使用他們的術語, 魔術的術語, 在神面前也沒有任何借口。 但是, 神經上也記載著, 聖徒會來審判這個世界。 這意味著什麼意思呢? 在最後的審判的時候, 神經上會與聖徒相比喻, 在同樣的狀況之下, 我們如何面對她, 如何面對她。 在最後的審判的時候, 神經上會與聖徒相比喻, 在同樣的狀況之下。 我們如何面對她, 如何面對她。 在這位女人, 我們會批評所有人, 我們會說, 今天我們要聖徒, 為什麼要離開, 為什麼要去教會, 為什麼要去教會, 因為沒有需要。 那這位陀輩的婦女會在那邊審判, 為什麼要去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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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太忙。 那這位陀輩的婦女, 她會在那邊審判, 有些人, 會有些人, 會想她是一個非常尊貴的人, 如果她來到教會, 是她來尊榮教會的。 有些人, 會想她是一個非常尊貴的人, 如果她來到教會, 是她來尊榮教會的。 有些人, 她生病了, 或是她的親戚生病了, 或是她的親戚生病了, 他們也不來教會, 或是她的親戚生病了, 因為對她們來說, 神是無用的。 而對她們來說, 神是無用的, 因為對她們來說, 神是無用的。 因為對她們來說, 我自己去照顧他們的一切。 我們忘記了, 神自己給我們一個生命, 還有他的能力, 做其他工作, 而且他安排著我們的人, 並不因為我們, 但因為他人的生命, 我們常常忘記, 我們的生命是神所賜予的, 讓我們有能力去照顧其他人。 幸好, 很多人, 當他們在醫院, 當他們在醫院, 聖人們要求他們, 給他們祂祈禱, 他們不想, 他們假裝他們是聖人, 但他們不是聖人。 這女人是個非常好的女人, 神像是聖人, 看著她, 神不斷地看顧她, 神不斷地看顧她。 她在祂的生命中, 不是一直在等待, 或者是什麼好的事情發生在她身上。 看起來, 她沒有為她自己的身體, 祈禱得到痊癒。 對我來說, 這是非常讓人感動的。 因為很多人, 有些人, 尤其是患者, 是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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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我並不是說, 當我們生病的時候, 我們一定要來接受快樂的, 來接受這樣子的事情。 我並沒有說, 我們不應該為這樣子的事情, 來祈禱得到痊癒。 但我所說的是, 不應該每次祈禱, 就是迫使上帝, 強迫上帝, 說一定要讓我得到權益。 你會看到, 阿俄羅斯, 雖然他有很多信仰, 和有很榮幸, 他被拿到天上, 耶穌也對他來自神的尊榮, 但保羅斯是病的, 但保羅斯是病的, 他有非常好的來自神的尊榮, 帶他到天堂上,神親自教導他, 但是他還是病了。 其實他說的是, 撒旦的天使, 他所講的是, 撒旦的天使, 那就是這個魔鬼, 讓他病了, 折磨他。 他所講的是, 我祈求神三次, 將這個苦難移除。 他並沒有說, 每天我祈求神, 將這個苦難移除。 他並沒有說, 我日以夜祭, 每天都向神祈求, 幫這個病移除。 但是, 神教導他為何? 因為他必須保持他肯定, 因為他看到很多東西。 像現在, 神會帶他到天堂, 耶穌會跟他講, 然後再回來, 他也會問, 他有多厲害的, 我們說的, 感動和誠實。 當然, 人生非常容易, 成為誠實。 所以神也跟他解釋, 為什麼沒有遺伏這個病。 就是讓他有這個病, 讓他謙卑。 想想看, 如果我們這裡之中, 有一個人, 神讓他升天, 到了天堂, 看到了意象。 那這個現代人, 你想會多麼容易, 變得非常驕傲呢? 即使他有這個, 例如說, 魔鬼的影響, 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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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方是在地 confronted him in the world。 也看見 Resählt。 但我們看見, 就讓他與焱災快樂。 哇。 跟堮遞、委忽。 我記得兩件事, 一是一位教授在歷史上, 她看了一位女士, 她是一個很好的女士, 她是三十歲的女士, 她已經患了癌症, 她是很強的女士, 她是死的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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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的癌症已經到末期了, 這隨時可能都會走掉, 她去見這位婦女, 她問她為什麼, 我為什麼得到這病? 她還想說, 我們不知道, 我們只能說話題, 因為我們不可以回答她, 主教當然沒辦法回答這樣的問題, 但是試著解釋,安慰著祂。 但是婦女告訴祂, 不,不,你不瞭解我所說的, 為何神選擇了我, 為何我為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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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何我為何我為不配。 然後習近平 wrote, 習近平說, 我已變得無所謂, 當我們感到疾病, 當我們病的時候,我們就知道我們不是孤單的。 當我們病的時候,我們要知道, 我們不是孤單的。 當我們病的時候,我們要知道, 我們都跟耶穌身體的成員連結。 因為我們是在同一個身體中。 所以,我們可以說, 我受苦了,因為我受苦了一部分的疾病。 如果我們能在這方面了解, 當我們生病的時候, 我們就更容易來承受這樣的事情。 我記得我有一個朋友, 在他的生命周期中, 有一段時間, 病得非常嚴重。 我記得我有一個朋友, 在他的生命周期中, 他跟神祈禱說, 請神醫治我, 但請先醫治我, 但請先醫治我, 但請先醫治我。 最後再醫治我。 不要想想看他所說的, 不要只是跟神祈禱說, 只醫治我, 也不想到其他人, 把自己當成宇宙的中心。 如果神會問你, 你比較喜歡, 我先來醫治你, 還是醫治其他人。 我認為, 我們應該說, 先來醫治我的弟兄, 因為這就是愛, 然後先來醫治我的弟兄。 請先記住, 因為病人, 有很多不同的體驗, 有很多不同的角度, 有很多不同的角度, 而且是靈性的感受。 也許是靈性的感受。 當然,我們不會永遠病, 因為我們永遠會有病, 並非我們喜歡疾病, 並非我們喜歡疾病, 我們不喜歡疾病, 所以我們知道, 在復活的時候, 那邊會有一個非常完美的環境, 而不單是對人類, 是對所有宇宙的一切生命。 所以我們知道, 在復活的時候, 那邊會有一個非常完美的環境, 而不單是對人類, 是對所有宇宙的一切生命。 我們有這樣的希望, 這是非常強烈的希望。 如果我們有這樣的希望, 我們可以接受疾病。 當我們有這樣的希望, 遇到困境的時候, 我們可以知道怎樣來承受。 再次我強調, 在我們的生命中, 不管是在身體還是生活上有困境的時候, 我們向神祈禱的時候, 請神幫助我們的時候, 我們要說, 神啊,請你先幫助其他的人, 再來幫助我。 這是真正的基督徒, 他並沒有教我們說, 我們在天上的父神。 他並沒有教我們說, 我在天上的父神。 那我再次提醒, 當我們孤單的一個人的時候, 我們還是講說, 我們在天上的父神。 因為還有非常多其他的弟兄, 在不同的地方。 我們也在這個主導文中講到, 請吃於我們這個食物。 那並沒有說, 請吃於我食物, 而是吃給我們。 OK, 另外一件事, 可能我們可以談到後來, 因為這是很深的靈性的問題。 但是現在, 我現在想說, 更多說, 關於這方面, 是在屬靈層界比較深奧的地方。 例如, 我們可以再聊聊。 那現在我想要講到, 在會堂上, 這個管會堂的人, 是一個應該在神學上, 屬靈層上應該比較深奧的地方。 是一個比較高層層的人。 但是, 他沒有為這個婦女高興, 反而斥責耶穌, 因為他嫉妒他, 他可以行這樣的神經。 他沒有為這個婦女高興, 反而斥責耶穌, 因為他嫉妒他, 他可以行這樣的神經。 他沒有為這個婦女高興, 所以, 他不敢直接來指責他, 你今天做得不好。 然後, 他對於其他人, 而不是耶穌, 說, 你不應該在聖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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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應該在聖誕日。 你不應該在聖誕日來做。 所以, 他把這個禮棒, 把它放到主委, 所以, 他把整個禮, 把整個禮, 把整個禮放在首位。 也許是只有他, 我們也能夠證明他們不是為神的。 我們也會有些規條, 在我們的生命中, 嫁住於他了。 我曾經告訴你, 我家人不是聖書, 而我家人不允許我去教會。 一種的答案是, 今天你沒有很香, 沒有很新的衣服, 沒有很新的衣服, 為什麼你去教會? 我的家人就是盡量反對我去教會, 他們可能說, 你還沒洗澡, 或是你沒有新的衣服, 反正有各樣的理由, 阻止我去教會。 因為我應該要去教會, 穿得完美, 但是什麼? 如果我去教會, 很乾淨, 沒有很好的衣服, 所以他們希望, 我穿一個很好的高尚的衣服去教會。 但是神是看過。 耶穌基督所說的, 在另一段時間, 因為很多人, 正如我所說的, 他們留在自己的法律, 和在自己的法律中, 在自己的法律中。 例如, 有些人說, 如果有東西可以領聖餐, 要接受這聖誠。 我應該要跟他們一邊聖誠。 那, 有些人就說, 我要怎樣來領聖餐, 那我領聖餐應該要接近四十天。 那嚇到這個魔鬼上講。 很多人就說, 喔,我沒有聖誠。 那麼再度下聖誠。 但是, 你有做了很多更多的事。 你繼續聖誠, 那麼怎麼辦? 有些人說,我沒有這個齋戒, 那你一直想要守這個齋戒, 那你其他人在生活上的行為態度, 有很多更糟糕, 那持守什麼齋戒呢? 這是我所說的, 正如我所說的, 我們是正確的, 因為有些規定的規定, 規定的規定, 所以我可以說, 我可以保持這個規定, 這個規定, 這個規定的規定, 有很多偽善者, 就會去遵循一些律法, 因為律法看起來是非常明確的, 所以你可以說, 我遵循這條, 遵循那條, 但我心中的確是, 這不是很明確的, 這就是, 神要求我的心, 他不想說, 好, 像你所說的問問, 想要聽, 對,對,對, 這不是這樣, 但是你心之所向是, 不明確的, 他並不像神, 架設一條一條, 數學程式, 讓你解釋這麼清楚。 所以, 嘗試理解釋, 不要以為你只是遵守一些習俗規矩, 那就是, 造成你是基督徒。 如果我們想說, 教會的蠟燭在哪裏呢? 有些人會說, 教會的蠟燭在哪裏呢? 有些人會說, 教會的蠟燭在哪裏呢? 什麼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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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人來自澳洲, 他說, 今天是我的聖明日, 今天是我的聖明日, 我想為自己點一個蠟燭。 我告訴他, 我會做聖明日, 今天是我的聖明日, 所以, 來這裡, 這是你的聖明日。 當然, 我們可以領受聖明日。 他說, 不, 我會想點蠟燭。 我會想, 那天不是星期天, 我會想, 聖明日, 那天是聖明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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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可以領受聖明日, 他就說, 不, 我只想點蠟燭, 我會把蠟燭放在那裏, 並說, 他屬於自己在聖明日, 他選擇盡聖明日, 我會把蠟燭放在那裏, 但我提供他。 我會把蠟燭放在那裏面前, 我會把蠟燭放在那裏面前, 而且在這裏面前, 他也不想要領受聖誕。 這就是為何,很多時候, 聖父母是使人們 很快地得到聖聖禮禮, 甚至一些人, 很快地得到聖聖禮, 有些人可以很快領聖禮, 讓他們有很多時間, 有些人可以很快領聖禮。 有的人需要一段時間才能領聖餐, 讓我們說不算一份法律, 有一點,我們表示祂教人, 有一定不能領受聖課的聖課, 一加兩個月之間, 這個項目的聖課, 所以對聖課的聖課, 是因為聖課的聖課, 他有實在的聖課, 而其他人還沒有悔改。 如果您問我, 他一直是正確的? 沒有,他一直是正確的。 他一直在想, 他希望神父知道 他心中的心。 他心中的心中是正確的嗎? 但我們所有人都會影響在其他人, 而沒有其他人是完美的。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只要有良好的心、良好的行為, 我們可以繼續進行。 所以要結束, 我們與這位女士們, 她們已經很苦惱, 但她一直在教育中, 並且在教育中。 我們來比較一下